大家好,又來到月頭了 記得要支持Patreon 整個月吃光區之餘 就可以支持我做全職 多謝大家 這個禮拜先選這一場 利物浦大戰熱詞 前列位置的爭奪一戰 竟然是打成3比4 這麼大比數 入球秀 這場球給我感覺就是一場很突發性的賽事 即是不只是Last Moment 那些絕殺這麼突發 其實今天所有入球都可以說很突發性 即是利物浦一直都猜得不是很穩陣 但是突然之間踢入禁區 就會入到熱詞球 而熱詞那邊一直都不是很搶到球 但是突然之間利物浦就會交球給熱詞去入 我經常都說 逢是比賽去到這麼大比數 一定就是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的奇怪的事情就是 不像入球的時候 突然之間會入球 Patreon的獨家預測 和專屬直播 我都猜是利物浦贏3比0 理據就是 熱詞最近體能 處於劣勢 搶不到球壓迫不到 就會慢慢給利物浦陰桿 但我就是猜上半場 只是1比0 下半場才慢慢陰桿 2、3球 誰知道熱詞組段 已經是防守非常不集中 很快便被利物浦入3個 下個3個 15分鐘內都完結了 又是好像對著萬聯那場球 一早就要落後拉開紀錄 熱詞後防線本來是有5個人 但是都可以給對方這麼多空間 那一定就是有些人是站錯位 又是浦超最佳 右後衛 這個保羅轉會過來熱詞 經常都拿東西 防守那邊 今天就看到是一開球的時候 黏住自己的中堅隊友太過貼 完全覆蓋不到自己右路的防守區域 位置感的問題又 暴露了 利物浦都不像入球 但是開球3分鐘一斬進去 就是去了保羅那個無人地帶那裡 之後也很快第二球 第三球 都是那句 熱詞5人後防線 那麼容易都可以被人交個球進去 插入中間入球 兩球都是這個辦法 第二球就是直接入 第三球就是中路突破插入博12碼 艾利諾有靈光一閃的組織 專屬直播的時候我都說過 如果熱詞武力壓迫 武力高興壓迫 比較多時間收縮的話 就會適合艾利諾這種控球在腳型格的球員 結果早段就是這樣 總而言之 就不用面對壓迫艾利諾 不用保右後衛的變形系統 就不會衍生了這個 輪換艾利諾出來打正選的問題 但是這麼早就領先三顆 又反而提早叫醒了熱詞 其實你提早叫醒對手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人家醒了之後 你不要被人家是起到身 醒了張大眼睛就繼續睡 你給他起到身才麻煩 可惜利諾普就是給熱詞起到身 高普賽後訪問都承認 就是利諾普今天真的幫了熱詞起到頭 起到身 令到熱詞有個信念 為利諾普制度麻煩 其實熱詞醒了之後 也有企圖加強壓迫 但也不是很加強 不是很搶到那個波 熱詞始終是對著萬聯那場 已經出了飲賴力 很難短時間內又來飲賴力壓迫 所以利諾普幫熱詞起到身的原因 就是利諾普自己給個波熱詞 直接領先1比0,2比0,3比0期間 利諾普的組織都不算穩定 只不過就是熱詞後防線太過癡線 比利諾普這麼快15分鐘內入3球 然後利諾普其實都知道要多些控球在腳 控制節奏去浪費時間 但是利諾普依然在摸索的3後衛後場猜球 就有點沙石 例如我專屬直播都有說 一直都是軒達神打右中場去補回 右後衛的變形系統 然後補回阿洛控球在腳的時候 移入中間玩變形系統而離開的右後衛位置 這樣就可以維持後場猜球四個人的寬度 但是今天輪換了艾利諾去取代軒達神打右中場的位置 這樣就需要艾利諾去補這個變形系統的位置 但是這一隻是新的 之前都沒見過是不確定性 結果艾利諾的確是比較少去做到這個補變形系統的功課 或者有時候依賴忠師補左路 上一場波對韋斯咸 我都說過 如果沒有人補需要補的右後位的變形系統位置 反而是左中場去補一個沒有需要補變形系統的位置 這個就是問題 左路很多人物質質猜球沒用 因為你右邊都不夠寬度 你猜猜一下怎麼都有沙石 但是由於熱刺的壓迫不算強 那麼利物浦今天這個問題又不算很大 反而最大問題是利物浦某些時間會突然之間組織得很不穩定 簡直是給球給人家 簡單來說 就是利物浦拿著球 熱刺搶不到 但是利物浦會給球給熱刺 例如好像是上半場被熱刺追回一顆那一下 熱刺的壓迫其實是沒什麼力量的 但羅拔神後場猜球都可以拿得很差 簡直是控掉球 失控球權 被熱刺可以破壞到利物浦的節奏 而偶然打了一段來回高速球 就佩利石有機會來個反擊 扭過了最近狀態 認真麻麻地的雲迪克 early cross被哈里簡尼就追回一顆 接著你會發現熱刺一段長時間都進不了球 雖然熱刺的射門次數比利物浦還要多 孫興敏上下半場都有個中柱 是有點不幸 但是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其實那兩下中柱都本身很難入 熱刺不是說真的組織到一些很大的機會給孫興敏 這兩次都是叫孤軍作戰 都是直接踢上去找孫興敏 你自己搞吧 一人對著幾個利物浦的守衛 而上半場中柱根本是利物浦的後衛 封了一些位置 很少射門路線 射得很漂亮才中柱 下半場那下快攻 直接孫興敏是軟射作結 即是孤軍作戰 而射門的路線其實是少 也難入 羅美路接應命買命賣 其實都是高難度的射門去中柱 以及孫興敏上半場的中柱 應該越左衛 全部都是半機會 利物浦第二個入球 反而是第二球全中禁區裡的必入球機會 所以利物浦那些入球 雖然射門次數少些 但入球的命中率高些 熱刺多些射門 但半機會入球命中率低些 所以不可以只靠兩三次機會來撞入球 一定要撞多幾次半機會 去提升命中率 才有機會撞到入球機會 但熱刺又不是很搶到球 所以熱刺能夠不停追上來 全靠利物浦給那個波熱刺 那就可以讓熱刺有些額外的機會去撞半機會 那就是不停撞一下 下半場尾段才撞到入球 其實打到76分鐘 利物浦當時依然領先3比1 那就是人都會知道 應該就是盡量拖慢他 就算你有些什麼機會 你都是先想是不是應該要拖慢他 除非真是一個眼前的重大好機會入禁區射門 你才做上去 但是當時沙拿面對都不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他夾眼都要交上去 而前面是有很多熱刺的後衛 都是夾眼交上去 那當然是交給別人的 失控球拳馬上被熱刺打反擊 其實熱刺這次的反擊 都是大腳踢上去孫英文 古筋作戰 一樣的 但是終於都撞到了 今次撞到什麼呢 就是撞到單刀出來的原因 就是終於都等到利物浦裝這麼多次月位 就是裝到一次失敗 3比2 搞了這麼久 但是都是講到其實 是未入到賽事的高潮 因為利物浦依然還是有機會掌控等大局 依然還是可以浪費時間去做到最後 誰知道輪到雲迪克都很糟糕 他好像以前這樣大腳踢上過半場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不是控球在腳掌控高控球率節奏的玩法來的 是高普時刻 就不對的 那以前雲迪克大腳踢上邊線 是高普時刻盡快完結攻勢 甚至可以叫做打快攻的戰術 理論上跟高控球率是背道疑似 但是呢 雲迪克在當時不應該這樣做都照做 而且選擇很差 沙拿根本沒有空位去接應高球 硬撞給沙拿 波勾去追 失控球權就被熱刺拿回機會回來 熱刺去到比賽的尾段都沒力打反擊了 但是搏倒過佛球 就給了機會利策利神脫衣 3比3 現在才是賽事的高潮 而隨即呢 亦都發生反高潮 那就是不懂打右後衛 但是進來要打這個位的 盧卡斯摩拉 竟然是送回禮物給祖達 拙殺回頭了 其實當時來說 盧卡斯摩拉 他接應一個大腳的高球上來 他大腳踢上去 就沒事了 但是他竟然這麼高難度 接應面對高球 他把球輕輕踢回後面 他稍微力度不對 就變成送大禮 那麼利物浦就真的不用受到教訓 是一場禮上往來的賽事 利物浦不停失控球權 給一些小禮物熱刺 而熱刺到最後 就夾夾一個回敬大禮物出去 至於為什麼我會批評 雲迪克那一刻大腳踢上去 但是去到93分鐘 艾利神大腳踢上去 博到盧卡斯摩拉送禮 就不用批評呢 答案就是 雲迪克大腳踢上去的時候 還領先3比2 真的不用這麼急 況且仍是有向後差的方法 而且仍未有機會踢上去 就堅強踢上去 但是被人追回3比3 艾利神要急一點 那就可以大腳踢上去 所有事情都是講時機 合不合理 有時去到很少時間 贏不了 不合理 都要大腳踢上去 都不會有人告訴你是錯的 所以我批評 就是熱刺繼續 一開始球都還沒睡醒 這個問題就由紐卡蘇 對曼聯都存在 如果今天一開始球 醒一點 不要落後太多 那往後你再專心打手反擊 就算熱刺搶不到球 但是都可以去等到利物浦 給你們一個球 那其實熱刺這樣打呢 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熱刺往後的射門次座是多一點的 那本身你落後少一點就有機會贏 可惜一開始落後太多 看守領隊密神賽後訪問都承認 今天一開始球落後太多 就是最大的問題 那要別人入球 叫醒他們才睡醒這個問題 也都是要講一講 不過我都可以稱讚 就是睡醒了 起到頭之後呢 都有一個不放棄的心態 都有盡力出一下力去嘗試追一下 那其實熱刺下半季的壓迫力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要批評的 就是本來應該可以贏得清脆利落的利物浦 是搞到自己要贏得這麼驚險 要靠運氣 甚至差一點是受到教訓 為什麼沒有在主場好好掌控賽事呢 那其實利物浦不是說不知道要掌控局面的 他們有時候都會知道 你也會發現到就是 利物浦是想拖慢節奏 拖慢一點 想浪費時間 但是 現在才開始學一個叫高控球率的利物浦 在某些的情節選擇上 就真的未做得那麼仔細 未做得那麼清楚 最近無論阿仙奴、萬聯還是利物浦 都會出現過領先的時候 掌控節奏、掌控局面不好的問題 有些心急交上去、有些硬硬交上去 很無謂地失控球權 被人追回 那只有萬成就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證明其他強隊其實依然在學著萬成掌控節奏的境界 今天利物浦乃野的人 簡直是羅伯神、沙拉、雲迪克這些骨幹成員 證明利物浦重要的球員來講 都還未掌握到這個境界 聽完我今天這樣講 你會明白 今天搞到這麼多入球show出來 其實都是跟球員有關 防守不集中在先 利物浦失控球權 熱刺又送禮物 大家禮上往來是球員的問題 你反而看到雙方的教練、部署調動都問題不大 可能都會有人問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熱刺看守領隊陌神 曾經下半場轉過352 就明明落後 為什麼還會減少進攻點 其實答案都幾簡單 我不停講過 就是熱刺今天搶不到球 陌神就是看到中場搶不到球 搶不到球 你打不到反擊 而他們踢不到控球在腳 踢不到壓迫 那唯有都是打反擊 那你就唯有要搶到球 那你就唯有要增加中場運轉力 去嘗試搶球 就增加中場球員的數字 其實呢 就沒得說錯 至於為什麼他這麼遲才換入 你拆離神的原因 就是你65分鐘換過352 你很難75分鐘又轉回343 時間太短了 你熱刺又不能夠放棄5個後衛 你都見到啦 你最後放棄5個後衛 就盧卡斯、摩拉、客串 右後衛就送禮 熱刺球員送禮是常識霸 又不可以不踢5個後衛 又不可以不增加中場球員的數目 所以這場球呢 或者熱刺這對球呢 就很難搞的 即是誰現在調熱刺都很容易死的 這樣調動呢 都是沒有計中的計 所以能夠曾經搞過高潮3比3出來呢 都是因為利物浦自己是失控球權 高普曾經拿走過艾利諾 用回軒達神 希望補回變形系統的右勞 亦都有一組換入組達 高普都叫做盡了力 但球員真的未懂得控球在腳 另外高普今天賽後訪問 都提出了一個很有討論價值的觀點 他就是這樣說的 今天利物浦應該要做500件事 但是就只做到495件事 那就是說呢 有5件事是沒有做到 做漏了 其中一樣沒有做到的呢 就是反搶 就是說呢 失控球權之後的反搶 高普認為呢 反搶做好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令到他們控制回比賽節奏 搶到第二球 就可以拿回多些控球率 就不用被熱刺打那麼多反擊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高普今天這樣想是沒有用的 就算今天利物浦又更加積極去做反搶 其實結果都一樣的 為什麼呢 Patreon 片尾彩蛋是會回答大家的 記得支持Patreon Youtube 這裡記得給點like subscribe 按鐘仔 有意的留言 這樣才可以幫到Channel增長 多謝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好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多謝大家了 拜拜